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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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怎么回事 我要他还我儿子 我要他还我儿子 佳琪 好端端的 怎么就死了呢 你们答呀 好端端的人 怎么就没了呢 我好好的一个儿子 被他害死了 亲家宝 话可不能这么说 佳琪是秀秀的丈夫 他怎么能害他呢 如果不是你家秀秀 拼命叫佳琪去上海赚钱 他怎么会出这样的事 亲家宝 你现在的心情我能理解 佳琪在上海赚钱 也是为了你们刘家 过上好日子 怎么现在出了事 都在怪秀秀啊 我过什么好日子了我 我们佳琪的钱 还不都是便宜了你们叶家 你这是什么话 我们从来没有拿过佳琪一分钱 你说得容易 那我都要问你 你们家的债还清了吧 那还债的钱 那都不是秀秀拿回去的 秦家母 我们叶家是穷 女儿嫁过来以后啊 还要替娘家操心 我们做父母的对不起她 但是女儿自从来了刘家 任劳人院里里外外一把手 这点你清楚 不能现在出了事 你就这样对待秀秀 好 你说我糟蹋着是吧 行 你赶快把人给我带走 把她给我带走 我们刘家没有这个媳妇 不要打扫 我话都这么说了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就好像我们 匪赖的你们龙下这个 别走 小小你走 等等等等 我不要打扫 我打扫她心情不好 说话是重了点 你不必要往心里去啊 我们刘家又不让你藏心 打扫 你这是何必呢 你这么吵吵闹闹的 佳琪怎么能走得安心呢 佳琪啊 我的儿啊 你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好苦 带上这么个媳妇 你就是这个女人 她害得我们刘家 家坡人忘了 那兄弟俩亲点的嫂 不过了 你别让我走 不过不过了 我不过了 休休 休休 大嫂 这简直是欺人贪身 女儿 走 我们走 走 走 走了 人家不要一个媳妇 人家都不要你了 你不要脸 我还有辫子 走 走 你跟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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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走 是她们叶家无情 是她们刘家 不意啊 家坡 走 跟爸爸回去 我这一去上海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你 你在上海人生地不熟 万一要是工作不顺利了 别逞强 回来我们卖豆腐 去去去去 人家都可以在上海闯出名堂的 我一样也可以 知道了 我是说万一 我知道你有本事 只是 好了 我自有分寸 我走了以后 咱们这个家 还有我妈 就交给你照顾 妈她刀子嘴豆腐心 到时候说你什么 你别往心里去啊 你放一万个心吧 我一定会让妈对我满意的 相信我 好 我相信你 嗯 如今佳琪不在了 可那个家没了我 谁来干那些活啊 总不能让婆婆亲自做吧 别想了 有家还有姑妈 还有家缝呢 他们都有自己的事 没人能管那个家 佳琪 我该怎么办呢 你能不能告诉我 我满意了吧 佳琪 你 我答应过你 我要承担起家里的一切 等你回来了 让你高兴 让你放心 可是你就这样走了 你让我怎么办呀 妈不要我了 她怪我 她不能原谅我 我到底该怎么办呀 我到底该怎么办呀 你 我现在患着佳琪的孩子 不管怎么样 我都不能对不起佳琪 要家出了这么大的事 我不能就这么不管 我不能弄他 他会30分钟一边 你看看 救她 救她 又回来了 秀秀 你不是回娘家了吗 秀秀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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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开门啊 妈 我回来了 妈 江峰 妈 是吗 你们俩谁敢回家 妈 我知道你生我的气 你不要我这个媳妇 可是自从 我踏进刘家大门的那天旗 我就下定决心 这辈子生是刘家的人 死是刘家的鬼 妈 我答应过佳琪的 她不在的时候 我会照顾好您和这个家 我不能说话不散话呀 我求求您让我回来吧 妈 妈 妈 我会尽心尽力 做好您的媳妇 您让我回来吧 我一定会相信您的 您就让我回来吧 妈 妈 我求求您啊 妈 我求求您让我回来吧 妈 妈 自打嫂子进了家门 那脏活累活 都是她一个人干的 如今她肚子里还怀着孩子呢 她回来了 您要是不让她进门 那她还哪有脸回娘家呀 您就忍心看着您的小孙子 刘乐街头吗 你这死丫头 你就是想 让我叫她回来 妈爱怎样就怎样 只是她一个女人 带着一个孩子 那得多不容易啊 要是再遇到殿什么危险 那咱俩得多对不起大哥 妈 媳妇回来 来 起来吧 桂香 当了佳琪的派妃 你发誓要是违反了规矩 遭天打雷劈 我 文艳修修 今天跪在这里 当着佳琪的牌位 向老天爷发誓 文艳修修生是刘家的人 死是刘家的鬼 我会撤起刘家豆腐店的声音 全心全意的侍奉妈 护养孩子长大成人 如果微微誓言 愿遭天打雷劈 死无葬事之地 你 永世不得成生 虽说你发了毒誓 但是我 老来丧子的痛苦 可不是一两句话 就能打发得了的 就能打发得了的 你为什么发这种毒誓 他留下这一大贪子时 是你一个女人 能扛得起来的吗 我现在给您说 愿意 是再把这些road 我真的没有弄在家里 小于是一家 大那个草昌 你一个大事 你什么说 眼睛 妈难过的一天 都没吃东西了 我做的 妈又吃不惯 我会方休息一下 你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嫂子 辛苦你了 没关系 回来了 你不是去买豆干吗 怎么两手空空的 怎么了 秀秀的丈夫死了 她五天没开门 秀秀成寡妇了 红颜薄命 这么好这么温柔的一个媳妇 怎么就成了寡妇了 乖可怜的 她是挺可怜的 我跟你说 寡妇门前是非多 以后你再去买豆腐什么的 可千万要小心 别叫人看出什么来 您说什么呢 就你眼里那点东西 人家一眼就看出来了 要不过了这阵子 我去跟你说个没 千万别 您这样会害了她的 怎么会是害她 你不是说她一个人很辛苦吗 你不就是想找个借口帮她吗 我这是在帮你 那也不能是这个帮法呀 行了 您别管了 我会有办法的 我走了 我走了 虾婆烦了是不是 好好好 随你了 好了 好 给你来 正好 放这里边吧 您慢走啊 来啦 今天豆腐卖煤了 来点豆腐干怎么样 算了 我明天再来吧 那好 再见啊 哎 今天没开门了 怎么一开门 生意就这么好啊 一定是搁在天上保佑我们的 是啊 假期不管在哪里 总是为家里着想的 那妈 明天我们可得多做点豆腐了 来吧 海上 海上 买回来了 都在框里呢 你等一下 不用找了 这么多啊 不用找了 不用找了 谢谢啊 那个卖豆腐的 他高兴吗 卖这么多豆腐 他那么高兴吗 啊 啊 谢谢啊 海上 买这么多的豆腐豆干 你不要跟我说 你就是这样帮秀秀的 哎呦 我说这么多的豆腐豆干 该怎么吃啊 阿婆您别急啊 咱吃不了咱可以卖啊 哎呦 傻孩子 这帮人 也没这么个办法的 哎呀 您别管了 我有办法 多香啊 哎 吃饭了 妈 吃饭了 我不吃了 我得赶晚船回去呢 明天一大早 才不会手忙脚乱的 不是说 要多请两天假的吗 嫂子 家里有你啊 我就没什么放心不下的了 家缝啊 店里生意忙 我看那个班呢 你就别去上 留在家里帮忙吧 我又不会做豆腐 帮不上忙 学学不就会了吗 你嫂子刚进门的时候 也什么都不会 现在不是干得好好的 那我不喜欢做豆腐啊 再说了 我在厂里工作好好的 收入也不错 我干嘛非得回来 你没看到你嫂子一个人忙啊 那以前我哥在的时候 不也是我嫂子自己一个人忙的吗 这跟我在不在家没关系 以前是以前 现在是现在 现在你嫂子怀上孩子了不能太累 你知道吗 妈 家缝喜欢去 您就让他去吧 我一个人可以的 你以为你是铁大的身子骨啊 你肚子里的孩子 可是我们刘家的独苗 要是有点闪失 你担待得起吗 怎么 你想害我 对不起刘家列祖列宗是吧 妈 您别总这么跟嫂子说话 这以后啊 您还得靠着我嫂子呢 是啊 你妈我命苦 我靠不到儿子女儿 我要靠媳妇 妈 我们是一家人 您别这么说嘛 家缝 妈就你这么一个女儿了 你就不能替妈想想嘛 那妈就不能替我想想嘛 不想把我的青春浪费在这豆腐店里 我要出去 我要出去呼吸不一样的空气 你哥出去做事 结果得到的是什么 我可不想再失去女儿了 你能不能听我一句话呀 我不会有事的 妈 您千万别多想啊 我不管 我就是不让你做 我让你留在我身边 我才放心 妈 家缝 好好好 您别生气了 我不走了 这样可以了吧 快吃饭吧 来 家缝 嫂子 我这么一走 妈肯定会生几天闷气 可能会找你出气 你多担待些 你等一下 来 谢谢嫂子 我在外面的时候 最想念的就是你这豆腐羹了 那你就听妈的话留下来呀 这样就可以天天吃了 我才不呢 让我天天泡在这豆腐堆里 非闷死我不可 不吃了 我走了 再不走 等妈起来我就走不了了 家缝 自己小心啊 会的 妈就拜托你了 嗯 家缝呢 人不在啊 她不在房间里吗 这个鬼丫头 肯定是走了 你一大早起来做豆腐 家缝走了 你不会不知道吧 是不是你们姑嫂两个 串通起来骗我 你什么意思啊 见不得家缝在家是吧 我好好一个儿子被你害死了 你还想害家缝啊 妈 我没有 家缝都这么大了 他想要走谁也拦不住他 既然拦不住 您就多祝福他吧 别说这些不吉利的话 你 大嫂啊 大嫂 李三病了 想儿子想的 病了 又不要紧啊 我开始心病了 佳琪突然走了 他心里发毛 这些天哪 他一直想问问柱子的事情 可看你们家办丧事呢 他又不敢打扰 现在才敢开口问 大嫂啊 佳琪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柱子 怎么没陪秀秀一起回来呢 可能是工作忙 脱不了身 不管怎么说 他也应该回来 给佳琪烧煮香啊 再怎么说 他们也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亲兄弟啊 我问过了 柱子 他刚好出差去了 人不在上海 所以没回来 出差去了 这么说 我们家柱子 干得不错是吧 那真是太好了 那我赶紧告诉李三去 但愿他能好起来 哎 早晚哪 这纸包不住火 这可怎么办 我看呢 我还是不能这么待着 再待下去 身体都要长毛了 我还是去给他压活吧 至少还有点价值 可是 万一秀秀需要我帮助 他找不到我该怎么办呢 海神 阿婆 想什么呢 想镖局 想秀秀 什么事都忙不过你 他们两个 我该多想 好 你本来就不该窝在这里 天高热鸟飞 你是大鹏 你得展翅飞啊孩子 阿婆 你要混我走啊 我可舍不得你走 可我更舍不得看你 郁郁不得志 龙困浅瘫 你不是想帮修修吗 你要自己好了 才能帮人家 自己都不好 拿什么帮别人 都帮我帮好啊 先送客里给我帮好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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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也在啊 来啦 稍等一下啊 菜都买好了 家里来客人就吃豆腐了 好 循司长给他们炖点豆腐 五斤豆干 你也买豆腐呀 哎 马上就好啊 慢走啊 秀秀 给我来帮您豆干 好 这个人怎么老来秀秀家 什么人呀 小伙子啊 康总 终于把你盼来了啊 坐坐坐 别拘束啊 坐坐 坐坐坐 怎么样 这些天考虑的怎么样了 十海生对吧 对 你今天来得特别巧 康总 我不知道 自己行不行 心里头没底 凭我的直觉 你能行 我为什么说你来得巧呢 我洋行现在有一项业务 正好需要一个生人去做 业务 不是押祸吗 不是押祸吗 跟押祸相比 对你而言是有些难度 不过你不用怕 也没那么难 而且我会派人去教你 要不说你来得真是巧呢 这要是换了别人 我还真不放心 不知道为什么 见到你我觉得我们 我觉得我们之间 有缘分 对 有缘分 对 这样 阿宝 老板 你把谈判的技巧 交给十海生先生 明天就让他去跟埃德森公司见面 老板 他 那这 康总 这生意我真的没做过 我觉得 我可能办不好 这算我给你出的考题 你不会因为这第一题 就打退堂鼓吧 我试试 不是试试 是尽全力 生意场啊 是没有硝烟的 你死我活的战场啊 如果你不尽全力 就很难有取胜的机会了 康总 我一定会竭尽全力 好样的 我相信你 阿宝 好 你把所有的条款准则 跟海生呢解释一下 是 你好 你好 请坐 好 怎么之前我没有见过你啊 我是四海新来的员工 我姓石 请您多多关照 那个 我今天来呢 是想跟您签生死那单生意的 不知道您准备好了没有 喂 您好 我是星历的刘家琪 哦 星历的刘副总啊 星历的刘副总啊